为了给自己开实习证明 我开了一家烧烤店摆烂 结果这儿的烧烤突然火了 我急了 我连夜在网上给自己的烧烤店刷差评 顺便曝光对家位置 安利对家的烧烤店 正在我洋洋得意之时 来了个大学生特种兵 他见不得我过得太悠闲 暴露了我的根据地 一时间 我的小破店爆了 我哭着大喊 考不完 根本考不完 零大四毕业 学校让我们上交实习证明 可是这段时间我都在家里摆烂 根本不想出去打工 于是我找我爸 让他给我盖一下实习章 他直接阴阳怪气 哼 有事的时候就想到爹了 你看老子乐意给你盖吗 除非你来咱家的公司 好了 已经听不下去了 打工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爹是指望不上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爸是身价几十亿的集团老总 但是他老人家低调 带着我们全家 住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里 之前溜达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里的烧烤生意十分萧条 很多烧烤店开着开着就倒闭了 于是为了尽快盖上实习证明 我火速盘了一个店面 还雇了一个帅气的烧烤小哥 干起了悠闲的烧烤生意 等干到实习结束 我就关键继续在家摆烂 有生意的时候 就看烧烤小哥烤肉串 顺便让他给我烤两串 没生意的时候 就在院子里晒太阳 然后偷偷摸两把烧烤小哥 手臂上的肌肉 结果烧烤小哥忍不住了 红着脸慢慢咧咧 我只烤串不卖身 再摸我就不干了 我被迫服从 毕竟我开的工资一千二 如果他跑了 就没人愿意给我打工了 别怪我为什么工资开这么低 因为我也穷 我爸为了让我进他公司 早给我生活费断了 这个狠心的男人 实习证明交上去没几天 我的死对头刘敏 突然把我的实习证明 拍下来发到班群里 他以前就一直跟我不对付 总喜欢逮着机会嘲讽我 刘敏正好在学校里实习 这段时间 再帮老师整理实习证明 就是这一天天催我教实习证明 从第一天催到现在 明明还有很多同学都还没教 他就逮着我催 沈乐涵 就算我们学校不限制就业专业 也不至于去干烧烤吧 好歹也是一个大学生了 结果毕业之后 就找了这样一份工作 而且还是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 真给我们班丢人啊 刘敏就喜欢在 刘老师的大群里批判我 又怂又想装 我淡淡回复 管你屁事 我这也是担心 你拉低我们学校的就业率 别到时候烧烤店倒闭了 你连着唯一的工作都没了 我继续回复 管你屁事 刘敏的狗腿子小分队 也纷纷跳出来指责我 明明也是担心你 你可别不知好歹 他这是 劝你别误入歧途 赶紧找个正经工作吧 我们明明这么善良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我继续回复 可是那又管你们屁事 刘敏破房了 在群里高声祝福我 沈乐涵 祝你的烧烤店永远没生意 那一刻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瞬间高大了起来 真的吗 明明子 那真是 太酷了 小哥淡淡地问了我一句 你要不要前一下 我拘谨地说 什么 我可是个正直的好老板 就算你主动送上门 我也不会同意的 小哥无语地看着我 我说要不要搬迁一下店店 搬到人烟稀少的地方 好吧 来高兴一场 我还以为 以为 我觉得小哥的提议非常好 于是第二天 我就火速盘下了另一间铺子 那个地方鸟都看不到一只 连房东都劝我们赶紧跑 笑话 要是有鸟 我还来站 我请求小哥给我搬东西 但不加工资 他大骂我抠鼻 我不敢吱声 他骂骂咧咧 我唯唯诺诺 终于在晚上把烧烤店搬了过去 看着小哥累得贪坐在我平时晒太阳的躺椅上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决定奖励他 给他一次成为我们烧烤店老板夫人的机会 小哥听后翻了个白眼 算盘珠子都跟我脸上了 真以为我一点心严子都没有 我立马抱着他的裤腿子 碰哭流涕 求求你了 别戳闯我呜呜 不要让我难堪 当晚小哥窝在被窝里愧就不已 呜呜我真该死啊 因为搬迁及时 我的烧烤店没被创废 我又过上了悠哉悠哉门口晒太阳的美滋滋生活 为了彻底断绝 特种兵们来这儿溜带了念头 我开始在网上给自己刷起了差评 千万别去这家烧烤店 位置又偏又不好停车 味道也没有别人家的正宗 何止 那个烧烤的小哥也没别家长得好看 又矮又黑 看着就倒胃口 反正我吃了两串就又给吃不下去了 小哥在旁边看着我输入了这条差评 被他看得我良心不安 于是我就捏了捏他被炭火熏飞的小脸 这都是为了这个家呀 小哥咱做出点牺牲不丢人 小哥淡淡地看着我 对我轻蔑一笑 6等于5加2跟1 7加4表白 婉拒了 小哥在我和小哥共同的努力下 我们成为整个镇子里唯一一个没被创的烧烤店 我很高兴 小哥也很高兴 琉琳也在为我们高兴 他又跑去梅老师的群里爱特我 小寒寒自审的寒 不是我说啊 你们那儿的烧烤都火得一塌糊涂了 怎么你的店还这么糊啊 他的狗腿子也在群里附和 哎呀 就是没有赚钱的命呗 有些人命里就是注定穷的 这烧烤店老板也是倒霉 偏偏顾了这么个穷命鬼 搞得自己的烧烤店也不景气 看他们说得这么开心 我也悄悄加入 啊 骗姐们可以 也把你自己也骗到了就行 姐们被你骗了真无所谓的 打得哈哈就过了 但希望你打完这段话后擦一下眼角 别让眼泪掉在手机屏幕上了就行 你说的这些话 姐们信一下也是没什么的 还能让你有个心理安慰 但这种话说出来 骗骗姐妹就差不多得了 姐们信你一下也不会少块肉 但是你别搞得自己也当真了就行 姐们被你骗一下是真无所谓的 姐妹笑笑也就过去了 真不是姐们想要破你房 你擦擦眼泪好好想想 除了姐妹 谁还会信你这些话 刚发完 他们就不说话了 是我的语言太冰冷了吗 不然为什么群里突然这么冷 小哥也在旁边吐槽 你36.7度的体温 怎么能说出这个冰冷的话 哦 那我火热一点 走 跟我瑟瑟 小哥 婉拒 呜呜 明明你的话更冰冷 今天我又开始躺在我的躺椅上 刷起了差评 刷得正开心 突然有人问我 那有什么比较推荐的烧烤店吗 我是怒鸣而来吃烧烤的 我想到隔壁的李叔 要给他的小女儿赚手术费 但是最近生意不景气 都快干不下去了 之前我也想过 直接给李叔捐手术费 但是李叔非觉得 我一个小姑娘也不容易 硬是不肯受 然后我就把小哥的脸 裹得炎炎实实的 每天去李叔家里消费 这次小镇的烧烤火了 对李叔来说本是好事 可是李叔的店位置太偏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人发现 想到这里 我就开始打字回复 隔壁巷子里 有一家李叔烧烤 味道特别正宗 我们本地人都爱去 评论发出去没多久后 那人也回我了 OK 中午就去吃 好吃我就来骂你 紧接着就跟了一堆评论 在这里蹲一下 好吃的话告诉我 过两天我也要去那里旅游 别的烧烤店人都太多了 蹲蹲一下这个 我已经在吃了 味道真的很棒 而且现在好像 还没什么人发现这里 暂时还不用排队 大家快冲 然后这条评论火了 李叔的烧烤店也瞬间爆满 李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喊着小哥过去帮他烤 半夜 我躺在躺椅上等小哥回来 只见小哥有黑的一张脸 头发跟鸡窝衣 样炸开 身上穿的白色T恤 已经被汗水浸湿 隐隐透出里面的肌肉 小哥长得本来就好看 如此狼狈的造型 也只是给小哥增添了一丝野性 我盯着小哥若隐若现的腹肌说 能摸一下吗 他紧皱着眉头看着我 可能我说的有点直白了 于是我想了想又说 不给摸啊 不摸就算了 行吧 其实我也没有很想摸你 笑死 我有小猫咪 我看不上你 你品一般的 哈哈 搞笑死了 你真的很装 再问最后一次 真的不让摸吗 小哥 小哥盯了我一会儿 然后缓缓开口 你气我一次 我放你一马 但是你要知道 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不是放马的 好了够了 居然内涵我是马 我除了爱搞颜色 和自我感叹外 没啥说的了 可以不爱 请别伤害 我看似坚强洒脱 被车窗的时候 也是会死的 单方面跟小哥搞冷战了 谁让他内涵我是马 我直接二话不说 给他放了三天假 甚至扬言 不跟我道歉 就别回来考串了 小哥生怕我反悔 直接连夜逃跑 一点面子不给我留 解这一声行善积德 感情怎会如此曲折 我正在气头上 大黄还冲我嘚瑟的摇尾巴 大黄是小哥捡来的流浪狗 他是小哥的狗 肯定是小哥指使他来气我的 这我能忍 我躺在躺椅上 指着他就开始骂 嘚瑟什么 反正小哥现在不在 信不信姐给你顿了 大黄听后反而更嚣张了 对着我一顿嗷嗷 我吵架从来不会让自己输 何况是一只狗 于是我也对着他嗷嗷嗷 路人 隔行鲁隔山 这很难听 我祝他成功 反正小哥不来找我 我也不要去找他 那个 我转头 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年轻的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手里还举着手机 请问这里是烧烤店吗 能进来吗 我懵了 因为本来我烧烤店的位置就很偏 就算来了这儿 去的也基本上都是李叔的烧烤店 所以我才敢大放厥词 给小哥放两天假 我立马坐起来 又往远处看了看 附近没别人来 他俩估计也只是误打误撞来了这儿 我一个人也能搞定 于是我自信开口 进来吧 第一次接客 有点紧张 临时也没什么准备 但是实战的时候多少还是有点手足不错 我默默打开了短视频软件 看看有没有人叫这玩意儿的 刷着刷着 发现还真有人讲解 就是没什么人看 这大哥不仅讲操作 还讲原理 简直堪比考串界的研究生 我按着大哥说的方法考起来 考完之后还挺像那么一回事 看到女大学生们 吃下第一口后露出的惊艳的表情 我就知道我赢了 大哥 成不起我 大哥 YYDS 我真傻 真的 我要是知道他们会暴露我的根据地 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进来 他们把我悠闲地躺在躺椅上 跟狗吵架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结果爆火了 地址发出来 马上过去 不为别的 就看不惯老板 还能这么悠闲地躺着跟狗吵架 我还在上班呢 他凭什么休息 晚上就过去 看看啊 他都闲得跟狗吵架了 这家网友不行啊 怎么还没给他店充满啊 这家店我们本地人都很爱去 这里超好吃 一般人不知道这儿的 而且老板长得好看 烧烤的小哥也很帅 好像搬过一次店 搬到更偏的地方去了 所以现在有点不好停车 好家伙 这是不想上班 所以才搬店面的呀 我先冲为敬 他家串不好 太大了 也不好停车 你们去市区吧 这么业人的串 我来替你们填坑 楼上呢 你是想把人都引走 自己吃毒食是吧 视频是中午发的 网友是下午来的 不是晚上走的 很恐怖 我的破店直接爆满 难道我真的要一个人 干到小哥回来吗 可是我又拉不下面子 提前把小哥找回来 可是比起这个面子 有那么重要吗 嗯 还是蛮重要的 这么一想 我就是一个人烤个串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好吧 我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于是今天下午到现在 我一刻不停地烤串 烤得我脸去黑 这些人是没吃过烧烤吗 怎么能来这么多人啊 我一脸生无可恋地 看着这群人 烤不完 根本烤不完 隔壁李叔看到我一个人 在那忙前忙后 赶紧叫了他的大儿子 过来给我帮忙 李叔 你真的 我哭死 李叔的大儿子叫李小胖 现在12岁 本来作业都写不完 还要被抓来给我帮忙 他心里一肚子火 大晚上在我的店里 端着盘子暴躁喊号 30 30号呢 30 叫了半天也找不到顾客人在哪 工资没有 顾客又聋 他看着我的目光 都带着一丝怨念 然后他暴躁喊号的视频 也被拍到网上去了 网友还给他取了个绰号 暴躁小胖 第二天 他就被约谈了 因为太过暴躁 被文旅局找到了学校校长 校长又找到班主任 精准约谈后 他便温柔了 开始微笑服务 甚至还提供和游客拍照 端到盘子的功夫 还能给游客整活 然后小胖彻底火了 下午就有人搬来了 一箱卷子的小胖 小胖身无可恋的 看着那一大箱卷子 学不完 根本学不完 到了晚上 我就让小胖抱着那箱卷子 先回去了 这段时间的功夫 我已经熟练掌握了 考穿技巧 基本上已经可以 一个人搞定了 就在我忙前忙后 考穿端盘子的时候 刘敏来了 还带着他的狗腿子们 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我忙着端盘子没看到他 他皱着眉头拉住我 喂 沈了寒 你这店面这么破 可别把我的裙子弄脏了 我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 接着端我的盘子去了 结果被他的狗腿子 拦住了去路 喂 敏敏的你说话呢 你装什么哑巴 不懂代客之道吗 这么没礼貌 我抬头看了看我的店面 屋子的墙面 用水泥砌成的 里面草草地摆了 几张桌子和凳子 屋外的院子里 只是支了一个大棚子 用来遮风挡雨 地方很小 却挤满的人 我又看了看刘敏 他穿了一套小乡风套装 装发精致 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 大姐 咱们这儿是烧烤店 不是西餐厅 你来这儿 还想找什么氛围感啊 刘敏还没开口 刘敏的狗腿子 先跳出来指着我骂 你就是这么跟顾客说话的 你们老板呢 叫他出来 我让他给你开了 我急着端盘子 就没跟他们过多纠缠 绕开他们 静止向顾客走去 之后又转身 赶紧跑进了厨房 在我以为刘敏亮的大小姐 铁定是受不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夺待 他居然随便找了个地方 坐下来了 甚至还点了一些串 行吧 毕竟也是顾客 等我考完串送过去的时候 刘敏的其中一个狗腿叶佳佳 伸腿绊了我一脚 还好我反应快稳住了 不然我肯定会摔个狗吃屎 我看了看似笑非笑的叶佳佳 往他脚上狠狠踩了下去 他直接疼了叫出声 随后抬头朝我骂道 省了喊你有病吧 我微微一笑 把盘子往他桌上一丢 虽然你傻逼 但你在做自己 为你感到高兴 叶佳佳反应了半天 才发现我在骂他 气得拍了一下桌子 我可是花了钱的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你应该把我当成上帝 然后跪下来舔着让我消费 我傻了 什么年代的人 能说出这没脑子的话 但凡你这句话有点道理 也不至于一点道理都没有 不想吃可以不吃的 解不差你这一单钱 一直没说话的刘敏 听到我这句话后 一脸嘲讽地看着我 装什么呀 打工仔 你不差这单生意 你看看你老板差不差吧 别又因为你 让你老板这几天全白干了 烧烤店我自己开的 我说了算哈 对完我没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直接转身进厨房 继续烤肉串了 现在已经很晚了 店里也基本上没什么客人了 我在厨房悠哉悠哉地收拾东西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我赶紧跑出去看 只见一 各大汉朝刘敏步步紧逼 嘴里还漫漫咧咧的 刘敏的狗腿子 这时候都吓得跑了出去 他气得赶紧抓住 最后一个反应慢的叶佳佳 我这是在帮你 你为什么也要丢下我 叶佳佳吓得浑身发抖 对着刘敏不停地摇头 我没让你帮我 是你自己惹了别人 别带上我 放开我 说着便开始拼命挣扎 刘敏气得脸色铁青 旁边的大汉 一把抓着刘敏的领子拎了起来 刘敏慌乱支下手一松 叶佳佳就直接跑了 他环顾四周 嘴里喊着救命 可是周围除了他就只剩大汉的人 大汉直接抬手 给了刘敏一巴掌 刘敏被打懵了 鸟子 你装什么逼呢 劳子现在就在这给你办了 说着就伸手想把他的衣服扒开 我直接冲过去 抓着大汉的手 往他当下就是一脚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 他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刘敏身上 也没想到我一个女的 居然敢冲出来当出头鸟 大汉疼得松开刘敏 捂着刀在地上滚来滚去 身体全的像一只熟透的虾 刘敏看到我眼睛都亮了 仿佛见到了救世主 哭得泪流满面 缩在我身后 沈乐寒嗚嗚嗚 你人还怪好的泪 抱一丝啊抱一丝 我不该针对你的 没想到这时候是你站出来 帮我嗚嗚嗚嗚 其实我只是单纯不想 他们在我的店里闹事而已 妈的 你愿意成英雄 那就先给你办了 大汉捂着刀站起来 颤颤巍巍的朝走过来 刘敏急的声音发颤 姐 咱们赶紧跑吧 大汉的小弟 把我店里的桌子全先翻了 院子里一片狼藉 他们堵得出口 不让我们走 我捏了捏口袋里的防狼电棒 就在我出手之前 我已经报警了 现在只要拖到警察来就可以了 在大汉要靠近我的时候 我立马掏出电棒 对着他一顿自自 他被我电蒙了 我赶紧朝他又是狠狠一脚 然后他神色扭曲地倒在地上 怎么都爬不起来 卧槽 沈杰猛啊 刘敏躲在我身后 为我加油打气 他的小弟 显然没有把我一个女生放在眼里 所以给了我机会电倒他 此时 他们看到自己老大 倒在地上起不来 纷纷朝我走来 想教训我一顿 电棒虽然厉害 但是也抵不住 这么多成年男性的攻击 在警察赶来之前 我应该还能坚持一会儿 我紧紧跌着电棒 紧张地额头上布满了汗珠 眼见离我最近的一个 伸手就要向我打来 门口突然窜出来一个人 直接把离我最近的那人踹飞了 小哥一脸阴沉地出现在我面前 又恶狠狠地朝旁边一个人揍过去 他微微喘着气 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 沾湿了白T恤 他应该是很着急地跑着过来的 奇怪 他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在这里 他不是还有一天假吗 刘敏兴奋地晃了晃我的胳膊 卧槽 这是咱们学校的江乙琳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傻了 江乙琳谁啊 只见小哥在听到我说完这句话后 身形一顿 接着继续奏向身边的另一个人 我也不闲着 看到小哥揍倒一个人后 我就立马拿着电棒一顿滋滋 警察赶来后 大汉和他的小弟们已经倒在地上了 我把监控放给警察看 我们这可是正当防卫哦 看了监控才知道 原来一开始就是这个大汉 一直朝叶家家扔吃剩的签子 刘敏站出来维护叶家家 却惹怒了大汉 大汉气得给桌子掀翻 再后来就是我看到的画面了 从警局出来后 刘敏被他的家人接走了 我和小哥都默不作声地往店里走 气氛有些尴尬 在我想着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小哥开口了 店里变忙了之后 怎么没叫我回来呢 我还是刷了视频才知道 你火了 他不提 我还没想起来 我还在跟他冷战呢 已经笨手笨脚了 不能再让坏男人伴我一脚 我没理他 他轻轻拉了一下我的一脚 我转头看向他 他的眼睛亮亮的像彩色的玻璃糖纸 再看到我看向他的那一瞬间 又轻轻低下头 路灯的光打在他的脸上 脸上细细的绒毛 被灯光照亮后显现出来 夏日的晚风 轻轻吹过他的发丝 露出藏在里面的红红的耳尖 对不起 那天对你说了很不好的话 没关系啦 我当时其实没有很生气的 我只是拉不下脸来找你 那以后就都让我来找你 可是每次都让你来妥协 你不会不开心吗 那我妥协了 你会开心吗 当然会呀 那我就开心 他抬起头看着我 面带笑意 像夏天温和的风 沈乐涵 我喜欢你 这回话我不敢跟他对视了 骗人吧 不会又再逗我吧 骗人是小狗 可是小狗才不会骗人 为什么是我 我觉得我不漂亮 我觉得我不优秀 我觉得我性格很不好 我非常的平庸 为什么是我 你琳琅无数 你耀眼夺目 如钻石 无法看见自己的光辉 但在我眼中 你与我永远都灿烂明媚 你都是这么跟女孩子说话的吗 说实话 在遇到你之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孩子 本来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孩子沟通的 但是为了让你开心 我特地去学了 我悄悄抬起头 却溺入满眼星河 我有点走累了 我们骑共享单车回去吧 小狗的神情有些失落 我轻轻牵起她的手 笑着对她说 你带我回去吧 男朋友 她弄了一瞬 随即反应过来 然后紧紧地抱住我 可是骑电动车不能载人的 你是懂怎么破坏气氛的 小哥说 他叫江以林 跟我一个学校的 可是我大学四年 都对这个人 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告诉我 他偷偷喜欢了我三年 无数次想要接近我 却都以失败告终 这不怪他 毕竟我大学 除了教室 就是寝室或者食堂 除了跟室友出去吃饭 逛街以为 没有任何社交活动 因为我社恐 不喜欢参与那些活动 这就导致 我到了毕业连班里的人 都没认权 他本来是要在自己家 公司里实习的 可是在机缘巧合下 看到了我的招聘广告 他认为这是上天 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他来了 我的烧烤店实习 我问他 那为什么当初 不让我摸你的腹肌 他红着耳朵 义正言辞地说 那时候没在一起 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看着他红红的耳朵 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那现在可以摸摸你的腹肌吗 他害羞地轻轻掀自己的衣服 名正言顺 刘敏从那以后 跟他的狗腿子们彻底决裂了 有天他约我出去吃饭 看到小哥跟我在一块 他笑着对我说 原来你们在一起了 怪不得那天 他会突然出现 恭喜你们 谢谢刘敏看着我 表情有些愧疚 早该对你正式地说声对不起的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讨厌你的 从小 我爸就总拿你跟我比较 他说我没有你优秀 说我为什么不能比你更好 可是明明我也很努力 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呢 所以慢慢的 我把你当成了我的假想敌 我把我爸对我的怨念 发泄在了你的身上 我也想看你吃扁 我也想看你被我比下去 可是在这场恶性的 单方面竞争中 你才是最无辜的那个人 我不该 不该把这个 带入到你的身上 真的很对不起 沈乐涵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就像个幼稚的小孩 一个劲地想 出头当闲眼包 可是不该拿我当电脚石 你该庆幸 我并没有因为你做的这些事 受到影响 如果我只是个 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女孩呢 如果没有这件事 你是不是永远都沉浸在自己的游戏里 他默不作声 但是他应该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他不明白 我根本不想做完美的乖小孩 我从小就被要求听话懂事 就连大学专业 也是我爸要求我学的 可能是我的叛逆期来得太晚了些 我到大学才开始想着做自己 我开始违抗我爸的命令 我开始摆烂 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应该也是察觉到了 没有像之前那样强迫我听话 后来听说叶佳佳在酒吧喝酒的时候 被陌生男人强行拖进酒店了 他想找刘敏求救 却发现自己早就被刘敏拉黑了 但是这些事我都不想管 我还在忙着烤肉串 离毕业还有几个月 可是我还有好多肉串要烤 李叔说有人匿名给他资助了医药费 他要带着小女儿去大城市治病了 是小哥资助的 他偷偷告诉我的 当时休息的那一天半时间里 就是去办这件事了 李叔的烧烤店关门后 我们烧烤店就要遭殃了 于是我赶紧把店面的招牌藏起来 然后在网上疯狂给自己刷插屏 结果都被系统屏蔽了 我当初为什么要开这个必烧烤店啊 没关系的 大家都会做错选择 会莫名其妙掉眼泪 走在路上会突然崩溃 但这并不影响我摸小哥的腹肌 谁来 房东有一次来我店里吃烧烤 酒过三巡 他跟我说 这破店已经20年没有这么热闹了 你还是第一个能让他没有倒闭的老板 既然这店跟你有缘 我就把它送给你了 嗯 道理我都懂 但是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 居然说出这么尴尬的话 临近答辩的时候 我把烧烤店关门了 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老板要去答辩 这段时间我跑空 很恐怖 我论文还没叫 你名字不针对我之后 我连论文都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叫的 答辩的时候 刚开始都好好的 结果最后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 请问你考落串的诀窍有什么 你问这个我可就不困了 我洋洋洒洒的说了十分钟 直接给老师说饿了 很内向 答辩的时候跟老师谈考串的诀窍 从教室出来后 看到小哥在门口等我 他看到我后笑着对我说 毕业快乐 沈乐寒 树上缠鸣升起 风吹动叶子 这是我用青春换来的答案 番外 江以琳遇到了很有意思的女孩子 在乖乖的听着公共选修课 一开始还以为她是三好学生 结果他突然很轻的说了一句 立刻什么时候结束 我不小心笑出了声 还被他听到了 他转头恶狠狠的盯着我 让我不要说出去 我笑了笑点头说好 本以为这样的小插曲 多少能让他记住我一点 结果在第二次的偶遇上 他像陌生人一样 静止掠过了我 有些挫败 也不敢主动去找他 这样会不会显得我很唐突 会不会让他反感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找到他 他好像没有参加过学校的任何活动 我连接近他的机会都没有 难道要放弃吗 可是这是我第一次 对一个女孩子感兴趣 他好像很乖 可是内心又十分叛逆 这让我对他更加好奇 好奇心也是爱情的种种伪装之一 后来我听说他们寝示 有人会去参加学校的联欢活动 我抱着一次侥幸的心理过去了 可惜一无所获 说实话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像来是个冷静自持的人 可是现在我居然会因为 不经意的一次交流 而想方设法地想要下一次 难道这就是一见钟情吗 之后我再也没有 在公共选修课上看见他 他好像开始不想乖下去了 每一次选修课的点名 都有不一样的女生帮他喊道 我真觉得我就像那胆小鬼 连接近他的勇气都没有 那次邂逅之后 再也没有缘分跟他相遇了 怪我没有勇气 怪我把握不住机会 但是我相信能量守恒 如果我现在跟他没有缘分 会不会之后就能相遇相识呢 明镜毕业 我本来是要去自己家的公司里实习的 但是有一天晚上睡不着 刷了一会手机 结果看到了一条招聘信息 招聘烧烤小哥的 原系人上有我熟悉的名字 沈恶涵 我知道这是上天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我去应聘了 而且应聘成功了 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 我越发喜欢他 他真的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他把他所有的姿态展现给我看 跟他待久了 我觉得我很多习惯 包括说话方式 独下意识地按着他的样子走 他有些任性 可是就是这样才更显得他可爱 我最后悔的就是 把他一个人留在烧烤店 如果我没有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我终于鼓足勇气向他表白 他同意了 那次跟他散步是我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好幸福呀 我跟我的兄弟分享这件事 我说那个晚上 他好漂亮 他的侧脸好好看 他问我正脸呢 正脸不好看吗 我害羞地低下头正脸 很久很久 我们结婚了 我问他 这下你不会抛弃我了吧 他挪了挪嘴 俏皮地说 那可不一定 说这样的话 小狗可是会当真 小狗当真了 可是会掉眼泪的 啊 代价好大 那我以后只跟小狗天下第一号 晚安